2024巴黎奥运 奥运中华代表队获得二金四银六同的佳鸡 送出2.855亿元奖金 创下台湾参加奥运史上最佳成绩 包括上届金牌得主举重郭幸成 羽球男双李扬 王麒麟 还有银排好手柔道杨永伟 羽球戴姿尹 涉界男团汤志军 以及铜牌的高球潘振从 举重陈文慧 拳击黄晓文 台权道罗嘉玲 桌球林云如 正义静等人本届均有参赛 也是夺牌希望之所寄 可惜的是体操强将李志凯 最终未能取得奥运门票 中华队面对本届奥运 不同于东京时有着天时地利优势 此次挑战更为艰巨 然而仍有拳击林玉婷 经历上届失利 并经过深化检测风波 此次要全力讨回颜面 目前他的实力是公认世界最强 金牌希望浓厚 今年奥运有不少新人参赛 桌球高陈瑞 简同娟 清廷吴绍璇 田径跳远林玉堂 网球曹嘉怡等年轻好手出事提升 但更令人关注是 即将在本届奥运退下战袍的选手 如与球女丹戴姿影 男双的李扬汉王麒麟 桌球中志渊 甚至是举重郭幸成 网球谢淑薇 都有可能是选手生涯最后一五